今天用電飯鍋來燜冬菇 冬菇買回來就用冷水浸過夜 自己的花膠粒就用水浸過兩小時就夠了 預先調味醬汁 蠔油兩湯匙 老抽也是兩湯匙 生抽一湯匙就夠了 加冰糖和水 除了花菇和花膠粒之外,還有雞翼、薑蔥和菇水一碗 好,來到做法了 按下電飯鍋,預熱五分鐘 然後打開它,下油 然後再加薑蔥 稍微爆一爆它 然後把雞翼平鋪在電飯鍋的底部 然後把碎蒸醬火加進去 然後蓋上鍋蓋的時候煎5分鐘 然後放回去再翻一翻它 然後放些燒酒下去,灑去爆一爆 披披的腥味 接著可以加調味醬汁 之後再加一些冬菇 最後再加過濾了的菇水 然後就可以吸收電飯糕 一個小時之後就可以打開它 如果不夠需要多少加水 現在夠水了就可以加一些花膠粒 一起炆 記得盡量把花膠粒 加深一點 讓它可以讓水浸一下 這樣就快點蜜蜜 更加入味 一小時之後就可以打開它 基本上這個菜已經完成了 可以拿起去看看花膠和冬菇 是否完全已經淋了 如果還沒淋的話就可以再焗多它一會 如果已經淋了的話 基本上已經可以上碟了 用電飯煲來炆冬菇 我覺得其實是最方便的方法 大家可以試一試 總之一會兒 對 一次音樂 劇